五十年不變的限期 五十年過後怎麼處理2047 我們香港人真的要想的 當日大教授就看著我 和看著程翔 他說你們兩個看不到的 2047年我們這班年紀少獎 就是看不到的 所以我剛才說年輕人 子穴 學民思潮的朋友 學年人的朋友 香港所有的年輕人 我們就是要靠他們 不要把口子太重給他們 不要嚇到他們不知道怎麼做 但我們相信這個社會 是需要年輕人的參與 是 好啊 Ms.Mu 那個人都可以 我想很快很快回應一下 子穴他們學民思潮的想法 公投法當然是好的 你有個公投法的話 以後所有的公投的結果 都有法律效力 但是這種這樣的提議 你說什麼時候過到立法會呢 他甚至不讓你提出 就是我講的地基工作 你現在這個立法會 有一半是什麼功能組別 你不要玩啊 我們現在連說要保留的否決權 都說危危乎 我還沒怕過啊 我不是說我自己不怕的 而是我對香港人有信心 在民主方面 所以各位 我們一定要由頭做起 一定要先取消這些什麼功能組別 你要人多 你不是連負一連 在那裡講 啟消功能組別 好像在那裡藍摩 那樣 要真真正正有個運動才行 如果不是 講來講去 都說是知而行難 你說的說話 嘩很有意義 但是 真是來來去去做不到 那又怎麼辦呢 所以各位 一定一定 要努力幫我們下一代 去到2047 謝謝你們 好多想 好多想